我本來看到那麼多寒流 那麼多寒粉都衝出來 那我來連寒這個治喉好了 結果後來想一想 不行啊 萬一寒流反視我怎麼辦 那我還是來打侯友宜排好了 是這樣嗎 侯友宜現在有跟他這麼好嗎 那另外就是 你怎麼看 當然這個他現在講說 那就擴大決策圈 然後直接點名了這四個人 寒兆、喉魯 問題是 他這個策略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不來你就不團結 如果來了選不好 大家共同承擔 好像好事都是朱立倫 所以你怎麼看他這一招啊 我覺得一件事 當然是趙少康喊要擴大決策圈 當然你敗選之後 你又躲起來 現在人人如過街老鼠 大家都喊打的時候 你怎麼辦 強勢著說擴大決策圈 你若試著你不從 你會被打死 所以就從了嘛 那從了又怎麼樣呢 我聽你趙少康的嗎 趙少康能跟韓國瑜抗衡嗎 在黨內力量 趙少康可以大過韓國瑜嗎 所以嘛 我把韓國瑜拉進來 然後諸侯裡面最大侯友誼 我幫你拉進來 盧秀遠我把你拉進來 那意思就是說 趙少康你不是最強的 我擴大決策圈 你也不是最強的 所以這只是一個某種程度的稀釋法啦 但是我覺得朱立倫 當你在回應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的腦袋裡面就是想要 稀釋法以我為尊 你們找來的時候彼此牽制抗衡 結果到最後 大家你們去比誰大小吧 但是有一個問題 決策圈裡面為什麼沒有年輕人 決策圈裡面為什麼沒有 重要的社會人士或什麼樣的 都體查名義的人呢 如果你的決策圈是這一群人 那不要也罷 所以說說而已啦 我覺得他目的就是 反正敗選了嘛 已經人人接約韓達嘛 那就這樣吧 當然裡面最大的問題 其實朱立倫 什麼拉喉啦 拉喉制韓也好啦 拉喊制韓也好啦 拉召制誰也好啦 什麼都好啦 重點是沒有一個人 要跟他拉一起去對抗別人啊 重點在這裡啊 你拉喉去對抗韓 喉會站出來對抗韓嗎 不會嘛 你拉喊去對抗喉 韓會站出來跟你站在一起去打喉嗎 不會啦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以現在他的弱勢 誰都拉不動啦 他誰都拉不動啦 誰也 誰現在想跟他結盟啊 結盟要找強的 誰要去找弱的啊 那是 你找弱的幹嘛 你找弱的在一起 有意義嗎 打天下 是集結所有的人喔 那這一些人 當然我不管你是什麼人打天下就這樣嘛 我管你炒扣啦 流氓什麼土匪我全部拉出來 打下天下以後一封城這些人都變成了 那問題是重點是朱立倫沒這個能耐嘛 現階段他沒這個能耐嘛 那朱立倫其實最大的問題喔 其實不是韓國瑜不是侯友宜不是趙少康不是盧秀燕 他最大的問題根本不在這裡 他最大的問題在他自己啊 怎麼會在別人呢 我請問你一下 當天到底是誰建議你不要出來的 誰建議你不要出來的 林濤啊 林濤就是 主子你不要出來 這個鍋 這個鍵 這個鍵 這個槍 我全部扛啊 他叫你不要出來你就不要出來 你知道這種 你知道提出這種建議的人 基本上不是幕僚 他基本上叫加成 加成 主子你打下來的天下 我要幫你維護 你的面子我要幫你顧到 你不能受傷 我可以出去被萬劍穿心 主子你都不能中一劍 這個叫加成耶 你講的是弄成 所以你就變成一窩蜂聽加成的 又沒有政治幕僚幫你分析這樣做是不對的 然後自己又沒拿到 結果就會這樣 結果就會這樣 那你你今天所有你面對的問題 現階段不論是韓國瑜也好 韓國瑜基本上在國民黨裡面的基層實力 現在看起來好像比朱立倫強太多 對 強太多 侯友宜不用講 那個民調是每次把你甩得圓圓圓的 那盧秀燕現在雖然有點困難 現階段面臨艱困的狀況 但是再怎麼比比政治好感度 聲望支持度 他還是比你高 連盧秀燕都比你高 然後你現階段你看到趙少康 對 趙少康他至少他有媒體啊 他在媒體罵你 你也只得被乖乖的打著啊 所以你從各層面來看 朱立倫只有妥協再妥協 所有的事都妥協 那現階段黨內裡面呢 當然你從昨天的中常會也好 以及在其他來看 雖然黨員或支持者的情緒情緒 要你下台 但是你看到在國民黨裡面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並沒有這個浪潮 所以相對朱立倫會安全一點 因為如果說只是底下的浪潮 其實你罵罵罵罵久了 你就不罵 但是如果政治人物跟底下 上下一結合就要推倒你的時候 那個力道幾乎是朱立倫 可能擋不住的力道 但是現在沒有 沒有的原因是 政治人物大家都在盤算 如果你下來誰上來選 如果許淑華說的是不同政 韓國瑜不出來選 結果張亞中來了 全黨跟著又再倒一次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都在盤算 現階段換人對我有利與不利 尤其是檯面上縣市長 或是這些議員們 他都在盤算 我要選舉了 如果你現在再給我搞一次 結果上來的人 是把黨會帶到一個可能往更紅的地方走的話 他都不要玩 所以現階段為什麼說 我說朱立倫目前為止 相對來說安全一點 所以你看得出來 朱立倫現階段的狀態是已經趨向於一個 大家都不會不太會去結盟 想到二零二二的結盟 或是二零二四的結盟 都不太會想到朱立倫 那至於朱立倫臉書的時候 如果大家仔細去看 有一句話看了 我都不曉得 我該笑還是該哭 就說二零二二年會提供足夠的陸軍跟空軍 這句話我聽了 我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你能揮動多少陸軍 你中二的陸軍都在炎家手上 你都沒有陸軍 空戰 你的空戰是很有資源可以打嗎 所以大話講太多 廢話超過大話 然後這些人 每一個人都比你有實力 每一個人跟你結盟 我覺得先考慮自己的問題吧